我們會不會被人拘捕? 他們不斷地搶走搶右搶走搶右搶走搶右搶走 艦還未到,現在才到 救命啊 就是傳說中你們看到 橫葬族很多Honda No Good Racing 的一個地方 但是拿著Type R DC 去到那個地方 會不會是一個JDM車圍的夢想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Derek 話說早前,我們同事Billy 在日本買了一架Honda Type R DC5 而他還拍下了這次拿車的過程 但這次這個旅程又要跟時間競賽 還收到死亡的威脅 想知道什麼事? 就要由Billy拿車那天趕起吧 大家不會以為日本人的車一定很乾淨 火機,你得我的一方好東西 不行的 箭頭 放100個香薰也沒用 這個車就是這麼多雜物 保險的單據 機票 128GB SD卡 即影即有相子 這個適用 這個適用 汽車充電 有用的 這裡就是一個日本的洗車吸塵的地方 24小時自助的 有兩部好像香港那些自動洗車機 這樣滑滑的形式的洗車 車主就可以在這兩個地方洗完車之後 就可以在對面擦乾淨的車 以及用吸塵機 以及吹風機 收拾內籠 體驗一下 到底日本的24小時自助開車是什麼體驗 要收拾內容 如果是一部用的 要收拾內容 你要收拾內容 要收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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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收拾內容 要收拾內容 要收拾內容 馬上去大阪吧,麻煩你 去大阪要多久 七小時就可以去大阪了 我們目的地是東京 需要的小時是15小時 我們現在先去一半,去大阪 在這個旅程 當然我沒可能是一個人開車 所以就有我弟弟的幫忙 由今天起,我弟弟就是VTEC大哥 這裡是美東休息區 距離大阪,我們一個小目標 還有差不多五個多小時 三百公里的路程 今晚我們會去一個叫大阪 基道東大阪的一個VA 就是傳說中,你們看到橫撞族 很多Honda No Good Racing 的一個地方 我們人生玩了一部Honda 經過大阪,沒理由不去做一晚橫撞族 真的很期待 雖然不知道會不會看到 真正的橫撞族在那裡出現 但是駕駛的Type R,VC5 去到那個地方 會不會是一個JDM車尾的夢想呢 我相信是 所以我很期待 現在休息一會 我們再出發 差不多晚上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到PA那裡 再跟大家見面 我們會不會被人拉的 為甚麼 不知道,駕駛這些車 就好像會被人拉的 一個香港人 軚盤傳遞給你的訊息 它是不斷地搶左搶右搶左搶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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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 這次旅程會將這間DC5體爆 由福岡經過江山 到大阪 再到明湖 好,最後會存放在我東京的宿舍家那裡 我們來到Higashi東大阪PA的一個地方了 這裡就是傳說之中幻藏族的一個閘車和發車點 在很多不同的Youtube都見過他們在這裡聚會的一個英姿 所以你們會看到那裡有一個PA內集會禁止的一個標誌 就叫人們不要在這裡聚集 雖然不是很多車 但是都會看到一些寶寶可掃的有部掃把佬 一部SUPRA的A90 有些拉里 有些Odyssey K6A 不同形式的JDM都在這裡 而且雖然這裡沒有很多車 但是上面不斷地有一些Honda的聲音經過 很有冠軍的味道 很棒 這裡來到我們開一輛DC5來 是一種成就 人生的一種成就來到這裡 不知道會不會有第二次 但是人生如果擁有一輛Honda的話 就算在龍翔道、公主道怎樣飛也好 都不及駕鳴東大阪這裡的感觸感高 第一天就由福江駕駛的車去到明板 大阪這個地方本來就用8個小時車程 但是結果我們就因為要吃東西 要休息 還有有少少要拍攝 也都去了東大阪那裏 和大家發掘一些地下的汽車文化 結果現在這個鐘數是3點20分 我們才能夠來到酒店 凌晨的3點20分 但是有一件事我沒有跟大家說 就是其實這部DC5 在後天的12點鐘 晚上12點鐘之前 我們一定要駕到大阪的住所裡面 因為車就會沒有手續 即是俗稱香港的無牌廢、無保險 情況就變得很危急 因為今天我們不能夠發掘 東大阪的地下汽車文化環狀族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SUPRA的車主 他說明天晚上9點至10點 會有環狀族在那裏出現 我是很希望帶TOPGEAR的觀眾 和大家一起去看看真正的 No Good Racing 環狀族文化 所以明天我一定要跟大家去一次 原本就預約了酒店在明古屋 但是我們決定留在大阪 如果有的就有 沒有的就沒辦法了 我盡了力了 我後天還是還有8個小時的車程 如果像今天那樣 這8個小時的車程又超之的話 就會變得非常之嚴峻 因為我們在大阪駕駛Type R 就會變成一個犯法的情況 我不想發生 所以由這一刻開始 我正式宣佈這個旅程 進入一個緊急和嚴謹的狀態 我不想犯法 時間有多了 那我們現在就睡覺了 明天見 連續來了兩晚 夠誠意了吧 根據昨天的SUPRA肥仔線報 大約是9點多10點左右 會有人 現在差不多就是他在說的中數 今天比昨天好一點 哇 昨天真的嚇死人了 像拍蚊一樣 今天多了一點車 有些超跑 GT-R、AMG、458、麥拿倫 還有一輛RX-7 亦有兩輛VIP風格的車在這裡 其實VIP風格的車在這幾年裡 都有很多改變 以前是很高規格的 一定要去到某一個排量 四門 然後站到某一個程度才叫做VIP 但今時今日的VIP已經是 將門檻旺闊了很多 我們看到有寶馬的七系四門 亦都有Infinity的G 這一輛是Q50 聽到嗎? 聽到嗎? 是暴走族的聲音 暴走族開遊就是這些聲音 它有齊了橫撞族 應該要有我看到No Good Racing 上面的一些標籤 例如是拆通了的來龍 只剩下司機位 或者多一張都是乘客位 輪胎上面噴了他們的輪胎字 沒有車牌 符合橫撞族No Good Racing 的要求 這兩輛車 我們就遇到前面有幾個例子 中國內地的朋友 我就問他們 咦? 橫撞族我們會不會有機會遇到啊? 他們就跟我們說 橫撞族一般在凌晨出沒的 而且是星期三和星期六晚 而且他們現在已經不是這個PA了 會在別的地方 但是它千聲萬觸我們 第一出派 千萬不要拍 因為現在的橫撞族和以前已經不同 現在的橫撞族 我們去採訪他或者拍攝他的話 他真的會去抓了我們 然後殺了我們 他是這樣說 他說我們會死 很可惜但是 幸好拍不到 否則我們就會被人抓去死 Anyway 我認為 最少我們在這裡獲得到一些資訊 我們東大阪PA的旅程 到這裡就暫告一段落 我明天還會跟大家去山路 其實我駕駛了一個DC5一段時間 有什麼體驗 有什麼感覺 我在香港會不會買 又或者我在日本 會不會繼續保存這輛車 然後我們就會 長達8個小時的路程 由大阪到東京 而這8個小時 是不可以像昨天一樣 再出現差錯的 必須要準時到達 不然就會處於一個犯法的狀態 所以時間不早 我們必須要準時撤退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 冠軍的聲音 現在我們在大阪的環狀線裡面 大家試試這部DC5KW DC5KW的確是有很多缺點 尤其是它的軚盤 腸軚問題 就算由香港來到日本 都依然是很嚴重 原因是因為它的軚尺機 是直接連著避震機的中底盤 在這個設置上來說 本田就聲稱 更加有軚感 更加有好的軚盤回規 但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變成路面的所有凹凸不平 都會直接回規在軚盤上 例如在我們右邊看到 如果有一個凹凸位 軚盤就會立即暢右 左邊有一個凹凸位 軚盤就會立即暢左 這就是DC5KW 大家很不喜歡它的缺點 除此之外它的人型水準 亦都是很尷尬的 6000轉才穿踢 8500、8600轉便可有 真的可以用的轉數 它只有2000多轉 但是它真的爆起踢上來 90年代 B 系列 機器的那種狂野和顛狂 這部是不是真的要買 這部體爆呢 一環狀線裡面是這輛車 其實這個軚盤是比起水準之中好很多 難怪環狀線是一個公認的街道菜 很多人都說DC5當落到賽車場的時候 會成為一部沒有好玩的車 沒錯 因為DC5的缺點在賽車場上 全部變成優點 它的那種良好的軚感 給我的感覺就像一格有備陣機的小型賽車 全部都是回饋回軚門之中 但是令到備陣機的緩衝感度 而它引擎水準的不足 亦可以透過波瓦的變動去更改 而離我在賽車場上的一些試駕上的不足 但是在街上 所有的缺點都浮現出來 日本的街道比香港 重要是平坦 重要是好駕 不禁想像這輛車去到香港 在龍翔道的時候 要怎樣駕駛才能駕駛到一條直線出來 這輛車買回來 已經改了吸氣 中至美的排氣 之後又有一個車機 有些後果鏡頭 還有一個車鏡頭 其他東西都是原裝 電腦原裝 煞車原裝 煞車甚至乎沒有什麼 大家看看 我不知如何展示給大家看 總之這輛車沒有什麼迫力 在這個情況下 我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東西 在前天的八小時車 很成功 這輛B21人形 踩和不踩的嚴廢是相差很遠 廢話 踩和不踩的嚴廢當然是相差很遠 但我說的很遠是你踩它 保持著車在三、四千轉 四千轉以下 三、四千轉多一點 油枕放股好像不懂得移動 但當你不斷用它穿頂的時候 車的油好像倒水一樣 你直接看到油枕不動 尤其是這輛B215 差不多2008年左右的車 我可以形容它為一部 modernized 了的JDM 舊車 尷尬的位置就是 你很想用90年代的角度 去潛入看好車 但事實上它是一部千米米 你說它慢嗎 一點都不慢 它一定比比計算快 尤其是它的低絕扭輪量 我覺得是很豐富 如何去測試到呢 開盡冷氣 油煤 不用給很多 甚至不給油煤 鬆的力量 它一定不會死負 但理解是一定不可能的事 所以才會有些汗打腳的產生 它還有甚麼可以挑剔呢 沒錯 它是沒有FDE那麼好 它是沒有CL7那麼好 但是 CL7和FDE都已經是舊車 如果我追求一部完美的車 我兩部車都不會選 那為甚麼我還要懷悶一點 我覺得玩回舊車 是追求體驗這種不完美 體驗這種不完美 而愛上它這種瑕疵 就好像人們在聽《黑膠碟》 或者聽《Casset Night》那樣 所有的瑕疵 在這件玩具上 都是變得好玩的地方 劇還未到 現在才到 救命呀 現在我們就必須在大阪開8個小時 車回東京 如果有機會 我都很想再來大阪這個地方 體驗這裏的汽車文化 因為我覺得是有少許不夠厚 是真是未見到想見到的東西 我以前是在這兒見過橫撞族 見過步走族 我看能否找回一些圖片給你們 但這個是要超級的問題才可以遇到 那次的步走族 而且是很大型的運動 那這次自己駕駛Type R過來 沒有幸遇到觀眾們 我也想跟你們說個不好意思 但希望下次如果再來 可以再駕駛其他車 除了VC5 Type R之外 可能 EK9 或者EG6 去到這裏可能會有其他適合 但是時候要跟這個地方說再見 拜拜大阪 拜拜華人壯 現在距離東京 還有大約5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現在慢慢經過明谷屋的地方 明谷這個地方是給我暫時的感覺 還是最好的 從復光去東京的路程當中 明谷屋是鋪裝得最漂亮的一條道路 那條路是非常平坦 非常舒適 左右兩邊的風景 也是我們走過這麼多地方之中最好的 如果大家喜歡支架遊的話 都可以嘗試計劃一下明谷屋的道路 現在的時間是11點多鐘 我們終於可以將DC5 完整無缺地開到東京的住所裡 這輛車就會留給我弟弟 去經營他的賽車夢想 然後我就會回香港 有機會我就想再來日本 希望可以跟他落賽道 去不同的地方再經歷一下日本 那這次我們在日本 從復光 駕駛了去江山 去到大阪 再去到明谷屋 然後來到東京這裡 橫跨了大半個日本 又說是否有成功感呢 又好像不是 但是值人生多了一個達成功 一個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一個旅程和紀錄 那現在披頭散發 是時候要回去休息了 這個時間我們是時候跟他說拜拜了 拜拜